偶然馬俊惟 很多父母幫兒女改命 很多時候,原因都是因為出自一份偶然 鍾佳恩為何會叫鍾佳恩 原來都是因為偶然遇上另一個家恩 早安,偶然馬俊惟繼續有我一個好吃的妹妹 鍾佳恩,Linda 你好 回來了幾天 有沒有職員? 有,有點睏 昨天女兒三點起床 然後滾來滾去滾到五點多 然後七點就起床了 你女兒呢,Kali 真有趣得爆 我見她那次是…剛剛捉一歲了嗎? 還沒捉一歲 那次…七個月 七個月了 哇,放她在梳化的角落上 她是定到不動的 然後一直看著你跟她說話 她真的看著你聽 很成熟的 我們講演戲 You give and take 還有You listen 演戲很重要 你有沒有listen 對手說話呢? 你女兒做listen 一拍做得滿分 她完全在聽你跟她說話 不過她不懂回答你 她真的有吸收了 她是一個… 我和我老公會形容她 是一個old soul 是 一個成熟的心靈 是 因為你真的跟她聊天的時候 你真的感受到她是聽你說話 她是好像明白一樣 是啊 真的像 我看她一次我都感受到 是 我跟她說 喂,我是你救了舅父 你知道嗎? 她一直眼睛不眨望著你 好像告訴你 我知道 不用那麼煩 媽媽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上一集就跟你說到 演戲之後你又去唱歌 那你又出了唱片 又開了演唱會 是啊 你其實真的很幸福 幸福的 因為我可以做到 我自己最喜歡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 很幸福的人生 那到底你是喜歡唱歌 還是喜歡演戲 其實經常有變動 是 我最小的時候 我喜歡唱歌 嗯 然後到可以演戲 我就開始很喜歡演戲 是 然後突然間又很喜歡唱歌 然後兩個混合起來 就很喜歡 是 然後 現在又好像變回很想演戲的感覺 因為你停了一陣子 沒有演戲 是 還有我想歌曲 永遠都會不離我的 嗯 所以這件事已經是一個 我人生的一部分 是 反而演戲 我是要有機會 才可以 時間吻合 即配合到才可以做到 因為如果演戲 我想需要 要巴沾你的時間會比較多 對 那你現在作為人母親 是 你亦都說過 你不行啊 你一定要陪著女兒 是 在她最重要的 是 是 你說過你什麼都不想做 嗯 我想做 但是問題就是 女兒先走 真的要女兒先走 因為 我決定了 有阿Kelly的時候 我就要扶回這個責任 我覺得我一定要在她身邊 嗯 尤其是現在 她成長得這麼快 嗯 我覺得 如果我要完成我的夢想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完成 嗯 有人生有雙手 我保持得很漂亮的 我喜歡做的事 我日後就算我六十歲 如果想出山的話 我覺得我也有機會可以做到 嗯 但如果我失去了我女兒的時間 成長的 就是失去了 特別是那頭一兩年 是 所以我覺得 我的決定 我是挺滿意的 暫時來說 好啊 跟女兒的深入相處 我稍後才會再 和你深入一點去分享 是 繼續說回你 唱歌了 你出了幾首唱片 四、五張 短短的日子 都出了四、五張唱片 是 自己最喜歡自己一首歌 唱一首 你最喜歡的 最幸福的事 是 就是你自己最喜歡 其實很多都很喜歡 胡花的主題曲 是 其實我喜歡小故事 和你一起的 金削良緣的主題曲 我很喜歡 那這首作曲的意外 真的挺好的 是啊 真的 那你其他歌手 你這麼喜歡唱歌 其實你自己 讀書的年代 你真真正正正的偶像是誰 我真真正正正的偶像 就是陳曉冬 是嗎 你認不認識他 我們師兄弟 我那個年代就是陳曉冬 是 陳曉冬和梁敏 陳曉冬 那都很合理 陳曉冬跟我同一個老師 其實他 我們一起學唱歌 我們真的是師兄弟 其實他入行前我一年 但他學唱歌比我 東東我們都很熟 那梁敏奇 我當然也認識 我也很喜歡梁敏奇 我很喜歡他那個 好像很有愛心 還有很踏實的人 陳曉冬跟我同一間唱片公司 陳曉冬也很棒 很棒 這些就是很good role model 做了這一行 沒有變質 可以保持這麼多年 又很健康 又有實力 我覺得很好 那你第一次開的演唱會 是在九龍灣嗎 對了 那時候我邀請了陳曉冬 做嘉賓 開心得不得了 我哭了 為什麼這麼厲害 是你自己邀請還是公司 幫你邀請 其實我想 但我也覺得 我的場又不是很大 那時候 不是 再小一點那個 小一點那個 小一點那個 那時候我就在想 不知道會不會邀請他 因為始終是大聲 不知道會不會來到 但是 因為他那時候 做我選美 十九歲的時候 那個評判 是他給我一個信心 我黑馬 沒有人說我贏 因為我靜得不得了 我看到記者走 是 我真的看到記者 我跑到後面了 你不要拍我 是 但是到見評判那天 就是one day before 那個比賽 是 他就跟那些記者說 他喜歡十二號中佳因 來自溫哥華 因為他笑容甜美 哦 那一刻 我一天內 是 由黑馬 什麼新聞都沒有 零雞蛋 是 去到突然間彈了 我說我是大熱 因為陳偉露 看好你 看好我 其實他某程度上 都是在你的演藝生涯 一個很大的影響力的人 他都算是你百樂 我覺得他是的 我不知道他覺得不覺得是 但是我覺得他是 那你在那個音樂會上 有沒有跟他講回這件事 他講回 是嗎 他提回 說當時的情景給你聽 二厘零四年 是我第一次做評判 都沒有跟他們打招呼 都沒有逐一去 去看看你們 那記者就走過來 你喜歡誰啊 你什麼心碎 我其實很遠在那裡 已經隔了 誰好啊 哦 爹 那一盞燈就佔了 在耳機那裡 這個名 你說都幫到你一點點 是嗎 報到我很多 因為見完評估之後 你就說 在報紙呢 我保留了 你是說你喜歡 12號 鍾佳欣 因為他笑容甜美 然後他說 你看不到而已 我們個個都看到你是成功的 這樣 那你不是很開心 然後我說 我真的嗎 謝謝 因為我是很欣賞他的 我真的覺得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是 那本來Kali 我想她在藝界 無論她唱歌 和她 她的名字和我女兒的名字 有什麼 你先改她 有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的 真的沒有 你的女兒叫Kali 和陳偉霖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的 我跟我老公睡覺 突然間 我大途的時候 我在想 啊 改什麼名字 突然間我 Kali 因為classic 現在很多父母 會喜歡改一些很特別的名字 有三四個syllable 然後呢 我最近認識了很多朋友的名字 你講 不知道什麼 你講四次、五次 我都講不回 對 所以那一刻 我很想有一個classic的名字 而且我想她不是太女性 因為Kali的感覺是爽一點 硬正的 硬正的 但有女性的 Kali是女性的名字 但是女性的名字 是硬正的 但是warrior 所以我很喜歡 而且我想她做一個很簡單 很普通的女性 就是一個normal girl 那Linda 這個名字是不是你自己改的 Linda 是我爸爸改的 但是我的中文名字 你不知道怎麼改的 怎麼改的 我不是叫鍾佳欣 我爸爸媽媽 因為我五歲 要讀中文學校 一個小時 一個禮拜 那 就改名姓中 我當時 我當時 沒有中文名 五歲的時候 五歲的時候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到五歲才有 阿B 阿B 叫Linda 叫Linda 因為在外國 就是這樣叫Linda 但是沒有中文名字 沒有啊 沒有啊 到最後就是 爸爸媽媽怎樣呢 他們就看到 李家欣 1988年選了這個 這個選美 他很漂亮 李家欣真是美女到不得了 他最後就說 不如中佳欣 你不知道我姐姐叫他什麼名字 中佳寧 因為劉家寧 Uncle 但你知不知道 他真的改得好 我真的覺得他改得好 是 我多謝爸爸 真的中佳這個名字 真的很適合 貼切 我覺得 這個名字很聽的 很聽 家欣 家許 有一個歡迎 很親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來源是這樣 還有嘉玲的來源是這樣 原來Uncle 你也對演藝界充滿足覺的 不紅的 不選的 陳慧琳成為了你 在樂壇上面 不是那麼容易 出三幾隻唱片 那個場都很大的 九龍灣那一場 我覺得很大 2000多人好像都 沒有沒有 1000 1000人都不隨 你在那裡 都這麼快開了演唱會 你還請到陳慧琳做你的嘉賓 對 其實 真的很暢順 是 如果我說陳慧琳是鍾佳欣入娛樂圈的其中一個白樂 那你入了娛樂圈之後 有哪一個是你另一個白樂呢 廣告之後回來 我問一問鍾佳欣 廣告回來 繼續捉住鍾佳欣Linda 知道你的名字的由來 知道你姐姐的由來 厲害 簡直是厲害 原來你是只有英文名 到五歲才有中文名 這個挺有趣的 在上一部分 我們說過陳慧琳 其實對鍾佳欣來說 算是一個白樂 因為在你參選期間 他都點名讚你 令到引起媒體高度關注 你成為了大熱門 在入了娛樂圈之後 有什麼白樂 是真的改變了鍾佳欣 無論是歌、影、事 因為你連電影都拍了 沒有一套花花營景 你連歌、影、事都涉獵了 入了娛樂圈之後 有哪幾個人 佳欣是一定要特別多謝他們 其實真的有很多個 在我人生裡面 我覺得你也是其中一個 因為 講短一點 因為可以講其他 但是 在我低潮的時候 你每一次都很有耐性地 去支持我 你可以發脾氣的 你可以 有時候 狀態可能不太好 但你仍然會很有耐性 很會保護我 我成功的一部電影 令人覺得我演到戲 就是唐辛風暴 所以是嘉豪哥 嘉豪哥給了我很多角色 而且他看到很多其他人看不到我有的東西 他說我是很酷的 所以他就給了miss酷我 他給了護花愛情 又是另外一個比較酷的、型的東西給我 因為很多人都可能以為中間很乖 所以就 經常的角色可能都會很乖 但嘉豪哥是 很細心地抓我某些人看不到的東西 拿出來 在我有一段時間 剛剛拍完蒲叢林 和你一起 我真的有點不開心 根本就是做到太累 真的要充電 但當時沒有這個機會去充電 已經去到太緊張的情況 之後我就拍了另一部 類似鬼的電影 大時裝版 就是《永探查國界》和王喜 王喜也是帶到我出來的 王喜是令到我開心 他令到我開心 我已經有那個能力 我就可以繼續走我的路 珍姐也非常好 珍姐有時候很多時候很兇 每次見到我們都會罵 罵這樣那樣 但是 我知道他心裡很疼我們 而且他是刺激到我的 而且他會 對的時候 他會賺你一句 然後你就會有那個能力 沒錯 樂小姐也非常好 其實我不是跟樂小姐聊很多 因為我可能太乖 所以我什麼都自己處理了 沒有怎樣跟他分享 其實鍾佳欣呢 不是用太乖去形容 基本上又不懂得跟別人社交 又不太懂得跟別人聊天 其實 但我一聊我都給你了 你信的就是 你信的就是 譬如說 說真的 我知道你很相信我 所以你什麼都告訴我 但是 很多時候 在娛樂圈有時候 又不想每次 真的 也不可能每次 打開 心裡 讓你看完 哎呀 還有我一定要說Hermon哥 是 因為Hermon哥 真是疼我 不得了 就算現在結婚生兒子之後 他 我爸爸 那你到現在 什麼什麼 但他遠遠地看你 然後 我覺得他覺得你 有些心 是 他就會提提點你 他會教你 還有 他解釋很多 很深的東西給我吃 嗯 有時候做事 做得太辛苦 或者太累 你已經是 喪屍 那樣 你進不了新的東西 到你的腦袋 沒有偽裝 是 但那一下突然間 有一個前輩 去 跟我分析一些東西 教我一些東西 甚至是 那時候 彭華麗轉身去台灣 我病足兩個星期 嗯 每天都發燒 我真的每天 兩個星期都不停發燒 那 幸好有蟲哥在 是 因為他 都懂一些小小的 自然療法的東西 他對醫學 對中醫 那些東西很有研究 很有興趣的 是 所以 幸好有他幫助提點 但是怎樣 兩個星期發燒感冒 是可以死人的 那你就由他自己 繼續 不是啊 劇組 或者蟲哥 我都會給我一些小小的東西 給我喝 然後 教我用一些自然的東西 去吃 喝 或者自己推一些位 按一下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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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能捱過 是 你也是用捱過島來講 因為其實我和你合作 如果在TVB 我入了娛樂圈 其實今年賣向25周年 賣向 賣向 即是今年24年了 我都入了 賣向25周年 你入行到現在多少年 如果計算今 13年 13年 13年其實你真的 你一拍戲那段日子裡面 因為你也是TVB的 所有叫親生女 所以你拍的密度是超級高 拍了40部了 到現在40部了 但是我10年 到第10年我已經 走了結婚生仔 所以其實在10年裡面 拍了40部了 還要加上唱歌 又有外面的 你想想 你10年拍了40部 平均一年就拍4部 你還要出了5個唱片 但有些劇 是很多集的 你明白嗎 有些不是全部20集 有些是80集 60集 一個是4日集 30集 然後你還有電影 電影拍了多少部 好像4部 電影都拍了4部 即是你10年間裡面 你想想 40部電視劇 5部唱片 4部電影 做show 廣告 你知道嗎 然後你錄歌 有很多東西要做的 是啊 錄歌多幾個小時 然後要OB show 是 綜藝 show 又要宣傳 又要出現時事 每年台慶 唱歌要做很多這些 唱歌要做很多活動 要做的 所以我真的做死了 差點 就是說 其實鍾嘉欣 如果是一條橡筋 那條橡筋已經拔到 嗯 我想已經去到一個 那個臨界點 是會斷裂的 但我很感謝那個時刻 我真的 我回想起來 我會微笑 因為我是很開心 就是我在那個時間上 可以讓我去拔我 讓我遇到一些 難一點 挑戰一點的事情 令到我可以 今時 strong 和明白很多東西 珍惜很多東西 但是這件事 其實純粹感恩你才能過得到 其實我眼睛看你幾次 你記不記得 我當然記得 不過今天不跟你說 我正常跟你說 這個我就賣個關子 下一集才跟聽眾說 下一集我就把我眼睛看過幾次 你真是貧臨 令我覺得簡直是貧臨在人的生死之間 生死之間 還有根本你還應不應該做娛樂圈 這幾次真的令到我 我也因為這樣在片場發了很大的脾氣 是 我說不行 停 停 好 我們不行 停 聽下我監製問了些什麼問題 和馬仔拍過這麼多次情侶檔 最喜歡哪套劇的馬仔呢 加大歡喜 金石良緣 老友狗狗 抱重令 幫王爸爸 很難回答這個 其實 但如果我最深刻呢 我想是金石良緣 因為和她演情侶的角色 說我生寶寶又死了 然後她又做石碑生意 真的很感動 那部戲 而且那部是我拍得最辛苦的一部 我又生病 但我很記得 她當時很疼我 很遷就我 亦都很關心我 所以我是 不知為何最喜歡這一部 雖然最辛苦 可能最不開心的一部 但是 是我被感受到最多愛的一部 這部也是我 到現在很多人問我 因為我拍古裝比較多 但是你說時裝 我真的最喜歡 我很多時候都是說金石良緣 其實很真實 那部戲呢 因為編審是賈偉藍 賈偉藍親口跟我說 她說 那個角色我是因著你來寫的 即是我的角色 你就做一個MK妹 很反叛、很壞的 黃島獨,你什麼都可以 我就做一個砸石仔 即是專門做石碑 但是人生正規到不得了 但是就是跟你認識了之後 互相生命影響生命 結果 我失去很多東西 你失去很多東西 但是怎樣大家互相扶持 因為是說一個跑步 來做一個主題的 跑馬拉松 現在這個社會就是欠這個 很需要這些東西 人的心態就影響他見到的東西 他見到的東西就影響他腦裡想的東西 接著就影響他的行動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到底一個人他感受到什麼 就影響到他的性格變成怎樣 下一集 我就真的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眼見過鍾家欣幾次貧臨、崩潰 我真的覺得再下去會死亡 於是我才發瘋 那次 下一集 跟鍾家欣分享他這個 這麼黑骨銘心的故事